大卫王 大卫王 小卫王 如果有在看大卫王的人 應該對於山寨社長不陌生吧 所以我們今天來一座要來吃他們的店 我現在在山崖社長店 然後這個是他們店裡面的兩個還蠻著名的大分量的料理 然後上面這個寫銀座三宅社長的醬 我的菜啦 然後這個是和牛排 然後另外這個是大分量的豬排 它很重 它這上面有牛排 而且它的牛排顏色超美的 這應該很好吃 然後這裡有七次豆跟這裡有一張豬排 這一個感覺很強 漢堡排 先來吃一個這個 它的這個牛肉肉超香超冷的 而且咬下去那個牛肉的油脂味跟它那個香味超濃的 先來切這個 給你們看一下它的那個 超好吃的耶 它那個肉肉的香味超濃的 而且它的漢堡排啊 它的醃漬的那個鹹度是剛好的 所以你吃起來的時候不會讓你覺得 好像太鹹或是沒有味道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鮮肉的那個雞肉 螢幕裡面有這個雞肉 而且它雞肉超嫩的 超好吃的 好好吃喔 這個 好好吃喔 它中間有一個不知道什麼東西 好像在偷膀 是狂肉嗎 中間還有夾鰻魚耶 有鰻魚的 這鰻魚超香超好吃的 因為我個人不太喜歡有那個 有一層膜的那種鰻魚啦 可是它那個鰻魚烤得很好吃很香耶 超下飯的甜甜的 它又有點帶鞋的牛肉最好吃的 好吃 這是豬排 也很好吃耶 看起來會覺得它薄薄的對不對 可是它咬下去它的肉不會覺得太乾 它咬下去肉很濕潤 就是有那個油的香味 然後再配上它外面這個 有點像咖哩這樣的感覺 超好吃的 它這個裡面的飯其實量是偏多的 它這個裡面的飯其實量是偏多的 可是因為它裡面有連那個鰻魚的醬汁啊 所以不會讓你覺得很乾 好吃啊 這一口看起來很厲害 這一口看起來很厲害 嗯 最後一口漢堡牌 最後一個牛排 這個牛排顏色超美的 最後一個牛排 吃完了 我其實很難跟你們推薦 哪一個最好吃 因為我覺得兩個都很好吃 因為兩邊的味道 都是我喜歡的那一種 然後大家如果來銀座的話 不妨有機會可以來 山寨生長的店來吃吃看 因為它本人都會在店裡面 而且本人非常的漂亮跟可愛 而且很親切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Bye 我現在在銀座的路上 銀座的路 每一條路看起來都超高級的 它有點像是信義區的放大 請下載 然後補充一下 每個人看起來都很貴耶